乌石港著名的衝浪一條街 短短200公尺 至少10家衝浪店 海葵海景一號晚間發布 隔天店家鐵門全部伸索 看天吃飯 一切都得超前部署 开风我们就昨天早上就开始慢慢收 都要移到树的前面 加紧收拾最快要半天 而复原时 洋伞桌椅冲浪板要摆得漂亮 更得花上整整一天时间 但业者看得很开 这个是老天爷的捷径 不是我们自己在捷径的 我们就说看老天爷要给你出饭 他就会好天气给你做 宜兰2号上午只有间歇性微雨 甚至偶尔冒出太阳 但就怕有人冒险冲浪 海巡人员依旧定期巡检 乌石港至少50艘船 也都用绳索绑紧靠岸 用来吸引小卷透抽的吊灯 一盏要加一万块钱 一一拆下来放好 也成了防台重点 船只靠着港口墙壁 也得用保力笼隔开 以免满潮时船只被冲到路面 补小卷一趟约要花30天 台风接连来 陶海人被迫提早回港 得要老天爷点头 才有饭吃 谢谢大家 谢谢见 欢迎采访报道